接靈魂的歌 有一天小明一個人坐在頂樓 欸 怎麼了 最近看你狀態還很不好欸 沒有啦 最近跟專題組員出的不好 不好 怎麼了 就是 有一天我約阿偉出來討論報告 但是他就趴在桌上臉很臭的滑手機 欸阿偉 我們來討論吧 嗯 欸 你有沒有聽到啊 嗯 你現在怎樣啊 都不利人的喔 嗯 再問你一次 你到底要不要討論 幹什麼事啊 都不想討論 煩欸 他到底怎樣啊 喔 了解 那你有想過 他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反應嗎 你搞什麼事啊 看他不討論的樣子 我火就上來了 好好好 你先冷靜 你有想過 他可能是胡臭太重 自己都快呼吸不了 才不敢跟你講話嗎 你有想過 他可能是放了一個屁 生怕你會發現 很尷尬 然後 你還一直靠近他 他才會這麼慌張生氣呢 欸 你有沒有想過 會不會是因為你上個月 跟他借的十塊還沒還 所以他激恨到現在 故意跟你鬧脾氣啊 嗯 好像 都很有道理耶 嗯 感覺可以原諒他了呢 為什麼我覺得喔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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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 欸 等等 可是 看你十塊都要跟我計較 這種態度就是不對啊 這是個不講迭的家 你有什麼 沒有啦 好啦 每個人都有狀態不好的時候 有時候互相體諒也是一種貼心啊 說不定因為你的體諒跟諒解 等他狀況好了 他就可以跟你一起討論啦 嗯 好吧 不過 我很好奇 為什麼你總是能夠在第一時間 體諒對方的 想知道嗎 那再來參加自信探索體驗課程吧 自信探索體驗課程 是一個主打自我探索的體驗課程 有三大課程和六種類型 其中情緒的探討 更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課程之一喔 不僅有專業的心理直上師 帶領大家做情緒的情境體驗 讓大家更深入了解情緒的運作機制 教你如何舒緩它 創造美麗又精采的人生 一起來參加嗎 不要 不要錄斷了 欸等等 你不是應該要使命的拜託我參加嗎 哼 小明 原來你還活在舊時代的思維 想錯過一次能夠了解自己 跟拯救專輯的機會 那是你的損失啊 更何況 這三天不僅課程滿滿 還有小隊互動 明火晚會 實境解謎等等 動態性質的活動 讓你在趣味中也能學習呢 而且 價錢更是優惠實在 每天只要少喝一杯50元的飲料 存25天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就存到囉 喔 原來這麼容易啊 那我決定要報名了 今天收出來了嗎 來一罐 道理吧 還在為情緒困擾嗎 快來參加自信探索體驗課程吧 8月29到9月號 自信探索體驗課程 等你來解渴 等你來解渴 我來解渴 我這點是